黑色金庄辣妹 性感热舞 无不跟着节拍到位 回了一年就等着尾牙旺季 大展身手 偏偏碰上疫情 冲击经济 尾牙不是取消 就是改成线上举办 现在的尾牙场 说话是简直是 简直是进入冰河期的 就是连一层都快不到了 疫情的关系嘛 像我们的话 我们教授的话 就没有发年终了 专阶尾牙案子的舞蹈 就是店长大探 今年的接案量 荡到谷底 求知网站统计 今年有四成企业 不办尾牙 当中有近两成 是因为疫情取消 至于上班族 更在意的年终 也跟着缩水 今年企业平均只能领到 1.17个月年终 虽然比起去年 1.11个月 微幅增加1.8天 但仍创下6年次第 客户聚而不见嘛 他说疫情不方便你来 你很难约 你很难约的情况下 你自然不会有 那个销售结果 所以我觉得 今年的那个年终 我是非常的不看好 以我的业绩来讲 可能 搞不好连一个月都没有吧 但也不是所有企业 都受疫情拖累 今年年终的黄金铁饭碗 依然由金融业夺下 年终上看近2.7个月 最多已经连续9年吧 科技制造 颈椎在后 也都在两个月上下 反观服务内需 导向 参旅 文教 大传产业 年终平均都不到一个月 银行部分还是 获利持续一个创新高 那科技业跟制造业 售会外销订单持续 畅旺 当然从业人员的这个 年终奖券数字 是会比较好看一点的 整体来看 高低的一个落差 可以达到这个两个月 同样碰上疫情 不同产业两样情 但对多数人来说 这个金虎年 可能还是不太好过 欢迎新闻 蔡比正林嘉倩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 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